哎呀,这个天阴阴的,又快下雨了 我现在过来,把这个 那不种两个葡萄吗? 要长高了,要把它的棚给搭起来了 要给它搭个窝 将这个叉叉这样子搭过去 这个,到时候再让它长个一年 大的时候,到时候再把它,就现成了一个棚 这个现成了一个叉叉 它会不会太矮 只能种这里,让它从那边爬过来 挖洞 琵琶自有 想吃就摘 想摘哪棵摘哪棵 干活干活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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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斑 猪ownik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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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再拉一根过去 这不是稳了吗 是吧 那么简单的 再去找几根木头 我还得去砍两根竹子回来 找不到木头 去那边小西边去砍两根竹子 算了 这是炸很多 那个竹子它是卖猪肉的 现在炸几个猪脚出来 看到黄黄的都想吃了 看猪子是一天想着吃 这里都肥了 茄子 然后炸到猪脚 手在弄入猪脚 把猪脚酱 炸一千安分钟 再说一个 부분 切成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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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刀也够锋利 把这个捡出去 还挡住你家的地 不好 再捡到边上去 这里还长种油玉米的还没长 哇 那个鸭抓的龙虾那么大 你看 可惜了 还吃不下 走了 回去了 来 来 来 这棵让它爬这边 这棵到时候再从这边搭过去 就那个角落那里搭 现在下雨了 本来说要全部把它搭好的 下雨了 等下淋湿了就不好了 先搞两棵琵 你说奇怪不奇怪哦 这两棵琵琶呢 它是一个根长出来的 这棵 跟这棵 的甜度又不一样 这棵呢又多甜 这棵呢又多酸 有蚂蚁的 把这个摘回去了 都缓完去了 下雨了 我们就不在外面淋雨了 我们的视频也先分享到这里 葡萄架搭好了一个 还要搭一个 等一不下雨再搭了 我们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吃葡萄架 就想着吃葡萄了 吃皮拔 这个真的甜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